大家好,我是PhD微乐,想一个涮粉丝的牌子,希望大家能够去多多的关注 那么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RackNet 那RackNet呢,是一篇非常复杂的文章,那其实这个文章呢,也不用太读懂 我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就说这篇文章是怎么样 因为这篇文章呢,以前我们用过它 但是用它呢,一般大家现在是来做一个对比 就是说去和别的东西对比 比如和VIT型对比啊,和DAS型对比啊 和后面的一些图像的一些分类的网络去进行一个对比 那这个网络呢,它其实非常的复杂 如果你要不是专业去设计网络的话呢 你根本就可能搞不太明白它做的是什么东西 这也没关系,因为这个文章现在一般都是拿来做对比的 就是你只能把它跑出来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去真正的理解它这个文章到底是怎么做 你看这文章都是大佬云集,大佬云集 各种各样的大佬都融合在一起了 但这就是Facebook所做的这两篇文章 好的,那它是在做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网络呢,它呢有深度啊 然后还有它的厚度啊,还有它的这个 比如说卷积的这个层数啊 这样的一些参数 那么呢,这个啊,不同的网络 它有不同的这样的参数,对不对 所以它们是怎么去进行一个优化的呢 它们就是首先先得到一个A这样的一个参数空间 对吧,可能这个网络是15层 然后这个网络的厚度可能是7,怎么样的 然后呢,它们呢就去逐渐缩小这个参数空间 比如把它变成B这样一个参数空间 对吧,然后呢,发现这个性能变得更好 它变成C这样一个参数空间 然后性能变得更好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idea吧 这个文章,因为我们用过 所以我给大家去看一看 但是呢,一般大家也不会去讲这个文章到底是怎么去work的 因为这个文章,它跟nice是一样的 就是非常的复杂的一个网络 那它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看XGPT来解释吧 这个文章,它是一篇非常偏数学的文章 你看不太懂也没有关系 然后呢,它也不是很重要 一般都是拿来做对比的 所以说你不知道也没有任何问题 它就是说它最开始的设计空间是从A开始的 然后它呢,去做一系列的微调 就是通过数学方法去找一些 比如说variation啊,或者什么东西 然后呢,得到了这个设计空间B 然后最后呢,经验到设计空间C 它这个设计空间越来越小 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误差分布呢 就逐渐改善 对啊,最后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鲁邦星啊 还有一个泛化的能力 那它这个空间模型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说它里面这个圈到底是画的什么东西呢 那这个圈呢,它就是说 这个网络的比如说宽度啊,高度啊,层数啊,律波器数量啊 极有函数类型啊,各种各样的这些架构 它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数学方法去得到就是说 这个从A呢到B呢到C这样 就去达到一个越来越优化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我们来看一看 以前的文章都是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NiceNet 那NiceNet的话呢 就是通过一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 通过一个强化学习 然后去找到比如说这个filter数量啊 filter height啊,wise啊 然后什么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参数 看看这些参数呢 对于整个网络的影响是什么样的 然后这个强化学习呢 它就可以去搜索对吧 找到里面最优的那个参数 当然强化学习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怎么说呢 大家用NiceNet呢 都是直接去用它 对吧 一般不会去研究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尤其是就是你不是去专门做网络的 你不是去专门发Nips的这些人 他就不会去特别仔细的研究 就这个网络到底是怎么work 只要就是能把这个网络跑起来 然后呢做一个就是说对比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深入的研究 但如果你要就专门做网络的话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这只是AutoML的一些内容 那AutoML一般情况下 大家研究的都是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部署它 一般不会去研究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设计它 因为设计它呢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步骤 就跟登月的时候用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一样 对吧 那这个比如说登录舱啊 或者是一些非常精密的控制 这些东西我们一般的情况下也不会用 就像雷达一样 雷达我们也不会自己去设计它 对吧 都是专业人士设计好了之后呢 我们拿来直接用 然后里面的程序一般也是人家写好 比如说各种FFT对吧 是什么方向 怎么去做 我们有时候也搞不清楚 然后呢 它那个程序呢 一般都做好了 我们就直接把它的结果调出来 然后我们对结果去做deep learning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去研究它具体是怎么来的 那包括还有呢 就是说医院里会有一些MRI数据啊 然后还有什么CT数据啊 这些数据呢 它产生的时候呢 它都是通过什么复利变换之类的 最后得到一个最终的结果 这些结果都非常的复杂啊 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获得的 所以说这些东西呢 都不是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范围 它都是一个专业领域的东西 我们并不需要去知道 我们只要能用它就行 那这个Nesnet呢 还是我们所说的Regnet呢 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Regnet呢 那Nesnet呢 它就会产生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网络架构 对吧 就是它 它是去研究就是哪些线连在一起 哪些线不连在一起 然后最后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所以它呢 就会设立出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网络的一个架构 那这个架构呢 完全是由它自己的这个系统所搜索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你看这个网络就是一个不对称呢 而且形状特别奇怪的样子 那Google前面做的网络都是这样的 GoogleNet V1V2V3V4 加上后面的Exception 对吧 那它都是一些就是连接很奇特的一些网络 那这个呢 其实我们就不用去管 这个网络 这个文章呢 得出了一些结论 那这些结论呢 我们可以大概去看一看 比如说不论你的模型有多大 那20个block的深度呢 是比较合适的 那这个网络呢 太深呢 其实也不一定是对的 就是你red side搞那么深呢 其实也不一定对的 所以何改名呢 把自己的以前的结论呢 也推翻了一下 当然就说 随着时间推移 有些东西就慢慢的被证明了嘛 大家都去试了很多东西 那有时候有一个新领域出来了 就会发现一些以前的事情 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bottle neck的这样的一个rature呢 比如设成1是最好的 对吧 以前设计的都比较小 那现在可能设计成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那还有比如说这个wise的这样一个multiplayer 就是就是宽度的这样一个乘数 设计成比如说2.5是一个比较优质的 那设计的太宽呢 可能这个不太好 甚至太窄呢 也不太好 以前大家都是想做一个特别窄的 像块子一样的模型 那发现效果呢 也不一定有多好 那就是说这个文章去用的一些统计数据 发现效果不好 它就是网络的宽度啊 什么group的数量啊 这东西 怎么去找最佳选择 那都是就是说通过一系列统计的 这样的方式去做的 那我们也不用去特别的了解 它到底是怎么做 那呢 它还做出来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这个网络呢 以前大家都是喜欢用这个网络的整体的一个计算量 或者是网络的一个通量去告诉你就说 这个网络是更快呢 还是更慢呢 比如说一个网络 它有100亿个参数 对吧 那它比一个10亿的参数的网络呢 它就快多少多少倍 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文章发现呢 这些东西好像都不太对 你看这个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啊 运算的一个时间 然后这边是它的这个总的这样的一个通量 发现呢 好像不成一个什么比例 它这个乘比例的这个RN呢比较低 然后这边的话 发现它就是CNN的这样的一个输出 对吧 因为当CNN发生一个输出的时候 GPU要进行大量的内存操作 那么就是发现CNN的这个输出 就是activations这样一个东西 它和这个整个的这个拟合性能是比较好的 也说呢 我们真正的瓶颈呢 其实在于硬件的这样的一个输入输出的这样一个IO操作上面 所以说呢 这个文章就得到这么一个结论 那这个这个方法呢 就是评估可能不是特别好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网络的性能呢 是和我们这样一个CNN的输入输出 我们IO的操作是有关系的 那还有就是说它设计的很多东西啊 就是说说网络的有什么设计啊 它设计的原则是怎么样的呀 然后这个空间质量是怎么评估的呀 因为它不是对这个网络的就是最开始的张图ABC 有不同的这个空间质量嘛 有不同的空间嘛 那每个空间它会有一个好坏的一个区分 那这个空间有一个质量的评估 还有就是说具体设计有什么影响啊之类的 于是呢 它呢 就根据各种各样的这些大数据 比如说ImageNet或者什么东西 然后呢 设计出来了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网络 那叫RackNet 对吧 就像我们之前NestNet是一样的 它也是通过一个 比如说ImageNet这样一个东西去设计的 那ImageNet呢 它的数据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它设计出来的东西呢 是有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普遍性的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当把这个东西迁移到别的数据机上 比如说迁移到了一个Cypher10这样的一个数据机上 那它依然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因为呢 ImageNet呢 它里面已经包罗万象了 有很多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就说 它们是可以transfer的 是吧 然后呢 它就说它的设计空间呢 是比较优化的 那它呢 把这个空间设计空间设计的更优化一点以后呢 它就不像是以前NestNet一样 NestNet你看这连接的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它的解释性呢 变得非常差 因为你连接的就是到处都在连接 对吧 你连接 你的连接都不对称 而且是连接是一团乱麻一样的连接方式 那你的这个解释性呢 就会变得很差 并且它的速度呢 速度就很慢了 而且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架构呢 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架构 它就不利于整个这个系统进行一些优化 那它呢 用这样的方式去进行优化呢 效果呢 就会变得更好一些吧 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最后呢 给大家去看一看 就是它呢 做了很多的实验 我这种文章呢 大家其实也不要去写了 就是说你自己写的话 也写不了多好 因为这个文章呢 是一篇2019年发的文章 那个时候大家的算力呢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一个2080Ti的一个水平吧 那时候应该还没有3090 那2080Ti的一个水平 当时他们在这个上面 我估计他们要是做这样一个模型的话 怎么着也得有个几十块几百块 这样的GPU 然后呢 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 然后去试不同的一个结果 你看它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结果 12345 1到16 对吧 这边是8到1024 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size 它应该可能是都去试了一下 然后做找到的一个比较OK的这样的一个scale 所以说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空间大小 有10的18次方这么多 对吧 那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能够测试到的 当然这个是nice的一个搜索空间 是10的18次方 nice肯定是不能胜任10的18次方这样一个搜索 他们使用的一些统计学的方法 可能把这个空间降的更小一点 就可能变成10的5次方或者是多少 但是你想10的5次方对于我们现在一个正常的学校来说也是做不掉的 那你说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计算资源了 那你那个时候没有对不对 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拿不到这么多资源 所以这种东西它也是一个大公司才能做掉的 你自己是做不了 包括nice net你做不了 然后clip你也训练不了 因为clip的话需要把几百块V100训练一个月的时间 那你哪有那么多的资源呢 所以说这种文章我们看看就可以了 这个文章第一是它非常的复杂 而且一般情况下现在都用来做一个对比 就是我们拿这个文章和我们最新的模型去做一个对比 所以说也不是很重要 理解它并不并不重要 我们也不需要在文章里去描述这个文章到底是什么方法 有时候提一句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写的非常的详细 还有这种东西我们根本就做不了 它的这个计算量太大了 不是一个我们这种普通人常人能够胜胜任的一个work 好了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